我们现在挑鞋口的话需要四根针啊 把四根针都拿出来 用鞋口是圈着织的 圈着织的话需要四根针 好 我们先拿一根针出来 我一开始在最开始织的时候就说过了 这个边上要弄成辫子的形式 挑鞋口好挑 要么在这个一个辫子里面 一个辫子里面挑一针出来 全都用平针挑啊 挑完了之后圈起来的时候再织平针 就是单螺纹的鞋口 好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七针 八针 九针 十针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这边针上先挑二十二针啊 因为这个要大概就是 嗯 你们可以就是在那个挑之前数一下这个上面总共有多少个辫子挑出来总共有多少针拿到大概平均分到三根针上分好了好织就行 不要一个长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九 十十 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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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 二 四 六 八 十十二 十四 十六 十八二十二针 一 十八 十 十 十一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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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 好,这边是二十三针 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二十三 这边是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三 就是总共是六十四十四二十三加六十七针 但是我们这个四十二码的这个斜口 四十二码的这个斜口总共只需要六十二针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这边多出来五针 多出来五针的话 我们在织第一圈的时候 就是这个条号的是第一圈 在织第二圈上针跟平针 就是平针反针平针反针的时候 我们要收掉总共这个三圈里面 总共要收掉五针 平均大概平均计算一下啊 要收掉五针 然后下面就来织啊织单螺纹